板橋新海路一帶的居民在新海里里長蔡清發的帶領下 和殯葬業者透過新北市議員林國春進行會刊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就是不讓任何殯葬設備 拜飯廳洗事間等等進駐社區 為在新海路巷弄中這一棟民宅 民眾看到施工要徵設電梯大型水塔 傳出消息距離新北市立殯儀管境 殯葬業者向重地點引起在地居民強烈反彈 就怕不站出來表達意見 失去的不只是居家環境安寧 還得每天擔心受怕 經過會刊 業者表示是設置辦公室 就怕引起居民不安 林國春議員認為民眾的擔心是為了居家環境考量 距離市立殯儀館相當近的新海路一帶 殯葬業者林立 居民也只能忍受 就怕有業者持續進駐 帶來生活的不平靜 說什麼也得站出來捍衛居住權益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 早安 太好了